早晨,平时大年初四,即是放缘三天的长假期,今年五天 一般来说,我们都在这里做流动直播车跟大家说声恭喜 今年,不好意思,我们面对着大年初一晚上的旺角暴动 今天真的没有这个心情,没有这个心情 当然,我都提提所有的雇主开工历史是真的要给的 是真的要给的,没有任何藉口的 你的心情多沉重,都要给的 轻松了几秒之后,我们回去整个旺角的暴动去到今天 其实就已经有三十多人提堂了 预计会有更加多的人就会被警方控告 用解冠新闻可以怎样看这件事呢 最直接的答案就是 有足够的证据的时候,尽快提堂 然后看看观点本,这是最基本的那一阵 但下一阵,我看到网上还有不少的评论 在这里说警察向天开两枪 这个也是年初二早上《苹果日报》的头版 以及王之锋的面书,他特意写了出来 说警察开了两枪 摺图只是拍着那字枪 坦白说,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去说警察开了两枪 是居心不可塞 是居心不可塞 因为我们用解冠新闻去看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就是 不是这样,还有其他什么可能性 是 是 当时澳门有警察明枪示警 当时也有不少的立法会议员在这个节目中说 香港的警力是没有这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纯粹由警力的写法,白字黑字去看 今次香港这位警察明枪示警 开了两枪,的而且确是不符合警力的 但是这样是否可以起控呢? 我们只要想一下就是 他不向天开枪 警力的要求是否间接是 如同是要求他每次闹枪出来 就要射中目标 不是人群的 有东西射 要射中目标 人群是一个很vague,很模糊的 反而是错硬 就是要指向一个目标 指向,譬如对该位已经跌落地 被人在襲击的警员 进行伤害或者最高危险的示威者 射中阻止他去襲击那位警员 以及为其他 可能会对这位警察造成严重伤害的其他人士 我们印象很深刻有很多案例 譬如警察去查案 接着有个匪徒或者贼 拿着把刀 都是所谓扎低他 射中他的手脚 或者不要瞄准他的头部 总之要用一个适当的武力制止他 那当然如果真的擦枪走火 射中他的头部 那你会证实 那你就要再写 再写报告 但是我只是想说 如果继续有人在这里 丧骂这位警察 向天开两枪 那其实 在解冠新闻的角度 我们基本上是有A、B量的情况 A的情况 就是刚才我们说了 那难道有没有任何立法会议员 或者任何人说警察应该鸣枪 就不要向天射 就应该射向示威者呢 因为如果这样 就是有没有人可以说 警察射人呢 就正确了 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人 拿这个论据来和我们争论 其实我就投降了 我不知道怎么说下去 是 因为是一个生命来的 始终你射向人的话 就就是 无论枪法准不准都好 有机会 拿到他的生命 这个就是典型 解冠新闻上说 你只骂和批评 你没有想到另外一个可能性 是 的所谓classic case 就是这样 是不是你觉得 向天开枪和向人开枪 向人开枪好过向天开枪呢 因为这样符合条例 是不是这样呢 我内心的答案 当然觉得不是 你的内心的答案 如果你为了讨论 觉得这样就是 我真的不懂跟你讨论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用真身份 假身份去骂我们 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 那你说 那B答案是什么呢 B答案可能很多人 很多示威者觉得对的 就是不开枪 不开枪就有B1和B2 B1就是眼白白看着 已经跌下去被人在襲击的同袍 被人打被人襲击 B2就是 都不看了 转着面 不拔枪就逃跑 是 扔下那个同袍去 人群里面 你可以说勉强有B3 就是冲下去 跳着 人育保护它 人育保护它 那你可以有B3 是 但是 B1、B2 是否大家可以接受的 警察的行为 是 B3又是否一个有效的 保护行为 就是当时 自己什么装备都没有 跳下去去保护它 是否最有效的方法呢 会不会令到更加多的示威者 觉得你拥下去 反而是会更加混乱呢 令自己亦都受很大的伤害呢 是吧 眼白白看着同袍不理 和拔脚逃跑 又是否大家认可的 一个好的警察的行为呢 我想答案是很明显的 还有这件事 大家都要搞清楚 今次的性质 不要看 只是看字面上 或者看到 那个警察 只是拿着枪 那下的动作 其实之前是说的 这8名的警察 刚才你都说了 没有任何的装备 他不是防暴警察 他有装备就是枪 只是交通的头盔 他自己的头盔都没有大字 是螢光衫 只是一支枪 一支警棍 当时是给了几十人的人 不停拿着垃圾桶 木板 车上去 有个同步 其实那个情况 警察是有自己的判断 就是觉得 那个情况是 他没有足够装备 去应付这么大群人群 所以他拿出枪出来 用枪 唯独现在就是 是否应该射向那个人 还是向上开枪 所以搞清楚 这一两点之后 因为警察 你以为他没有想过射人吗 他没有想过 他不会拿着枪 对着人 是 他可能觉得 他是一个示威者 那时候还觉得 那个是一个示威者 我们不估计他 是 但是他没有射向人 他只是想 就是希望 吓退了那些人 但是 就会这样被人 如果这样是范例的 我也是那句 那就是范例 是吧 但是 重点是 你骂他 看天开两窗 那你想怎样 是吧 你心目中的答案是 他应该拔脚逃跑 扔下兄弟不理的警察 你觉得这样的警察就对了 那不要做警察了 你觉得他应该射人 那你说完 对了 我只是觉得 没话可说了 是这样